我们来到了那什么 这个阿尔伯伯特兰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公司呢 研发了超低碳 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 我想你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材料它有什么特点 我们那个阿尔伯 Excel是萨门特旗下的 Invite 解决方案旗下的 新一代超高强度混凝土的 预半料 然后我们这边采用的是 低碳凝胶技术 FutureSIM 然后通过石灰石的 断烧连土技术 表现出卓越的火山灰 火山灰反应 与国内外其他的USBCE产品 不同的是 Excel的胶瓶材料中 含有不含 主要是一些常见的 硅灰 石鹰灰 矿渣和粉维灰 相反的 它采用自然界中 广泛存在的一些原料 确保了这个供应的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 也比较适用于规模化的生产 特别适用于国内的大体量的一些项目的材料供应 可以保障每一批是产品的稳定性 然后呢 Excel产品它表现的卓越性能是一种低于水灰比的致迷 自密石的混凝土 具有迅速流动的特性 制作的混凝土的预制构建和木墙表面是非常光滑 自密度高 富有非常好的耐久性 然后呢 我们通过不同类型的纤维和颜料的添加 有助于建筑师实现结构功能和美学的完美融合 我们这个产品是非常广泛的适用于高建筑美学价值 卓越力学性能和长寿命的超薄混凝土制品 尤其适合于建筑木墙和立面构建 哦 我知道了 你这个低碳的意思就是用了很多的什么矿炸机 或者是建筑 甚至是建筑的废料 都用了一些是不是 对对 现在欧洲这边一直在推广这个低碳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本身的是一家意大利的企业 那我们这边除了USB-C的材料 我们同时还有水泥的材料 那我们这边是有一个专利的叫Future Sim 也就是未来水泥 它的主要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减少了熟料中间碳的整个的一个碳碳的一些量 我们大概是第一个是减少了熟料的添加量 第二个是减少了一些对环境会造成一些污染的原材料 我们的目标是大概可以在整个水泥的生产过程中 减少百分之五十的碳除剂 你这么介绍我明白了 有些不太清楚 好 谢谢 下面我们来采访的什么 采访一下同创 我听说同创有一种镂空的这个USPC版 是不是 这个版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它是怎么样一个产品 它有什么特点 它的应用场景是怎么样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同创上海新材料科技有权公司的科学 我们公司是一家专注于UHPC材料的应用的高性技术企业 公司的总部是在上海 目前我们公司在全国有两个生产基地 一个在广东的珠海 一个在安徽的安庆 这些年来就是说我们公司做的这个UHPC产品 应用在这个国内国外 数十个项目上面 像国外的有这个澳洲的地铁 悉尼站 还有柬埔寨的这个国际机场 像在国内上海的临港规划馆 松江文化施工中心 另外在广东这个珠海的金湾艺术中心 皇家马德里足球中心 另外还有那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深圳的这个科技馆 还有那个泰康的前海医院 都用了这个产品 还有一些大学 什么杭州的西湖大学 林波的诺丁汉大学 华南的理工大学 都用到了我们这个UHPC的这个产品 所以它应用是非常广的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这个UHPC的这种镂空版 是应用在这个上海 在上海的一个项目上面 这个项目呢就是说 体量不大 它是做在用在一个围墙上面 应用在围墙上面 但是呢 这个项目呢就是说 虽然体量不大 它能够充分体现出这个UHPC的这个 高墙的一些性能 还有它优越的可塑性 积居的那个美观性 这个产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样 当时这个产品呢 就做在这个项目上啊 它的高度啊 其实不是这么多的 它的整个这个产品的高度 有四米五的高度 宽度呢大概在两米左右 它这个由于是围墙嘛 它固定在地面上 但是它的固定呢 只有这个底部的这个预埋件啊 和这个地面呢 有的预埋螺栓的进行栓间 这个顶部啊 四米五的高度啊 上面是一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扁铁啊 压在上面啊 周围的产品全部连在一块啊 所以说它的四米五的高度啊 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构的 是吗 就是完全靠这个 自身的这个强度来自身的 是吗 所以这个就完全体现了这个这个产品的 它这个啊 超高的这个 力学性能 比如这个产品看一下啊 它表面是有带肌理的 它是浅米黄色 它这个产品呢 它这一地方 它是成编织状的 是编织状的效果 我们以往做的一些这个镂空板呢 它这个镂空啊 有方的 有圆的 但是它两边呢 这个两边呢 基本上是平整的 所以这个板子的制作难度还是蛮大的 当时我们这个技术团队啊 拿到这个图纸之后啊 也考虑了好多 因为我们做这个UHPC啊 这个产品啊 它是通过模具塑造成型的 对 所以说这个模具呢 制作也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尤其PC制作模具呢 它有好多种 有玻璃钢模具啊 硅胶模具啊 木模 钢模都有 当时我们拿到这个项目处置之后啊 技术团队开始考虑的是这个硅胶模具 但是由于这个项目啊 成本预算了 偏低 所以说呢 如果用硅胶模具做的呢 肯定是划不来 实话讲 就是划不来 然后呢 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技术团队的这个充分讨论之后啊 决定采用一种那个泡沫模具 尤其是那个剧本板模具 啊 剧本板模具 我们首先呢 那个设计师啊 在电脑里啊 把这个产品啊 模型建好 然后把这个模型的相关数据啊 导入这个3D雕刻机 泡沫模具啊 是通过这个3D雕刻机雕刻成型的 雕刻这些形状把它雕出来 我们当时是雕了两块 把它分成 从中间一分为二 雕成了两片 雕好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两片模具又合二为一 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合二整体 合成一个整体 由于它是泡沫嘛 我们这边呢 就是要用这个木板啊 和这个方钢啊 把它固定牢固 因为UHPC这个东西啊 它在胶柱的时候 它压力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的模具胶柱不牢固的话 它容易把这个模具障裂 这个产品 你的泡沫板能经收得住吗 可以的 我们这个木板啊 方刚刚架的是很牢的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你 这个不胶固 模具不牢固的话 它容易壮裂模具 这个产品就包废了 4米5 我觉得往下讲 它4米5 它模具做好之后啊 它不是4米5的高度力 它宽度是2米 我们是横着地 下间的 2米的高度 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啊 都是有那个胶注口的 留了胶注口之后 我们那个UHPC的那个酱料 是通过这个胶注口进入这个模具的 UHPC这个材料 它自身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 就是从上面的口胶下去之后 它会自动留到这个模具 两米的高度 留到各个角度都没关系了 都能留到 就像以前浇那个住鞋 但是它的流动性是很好的 这个浇做好了之后 一般的情况下 24个小时就可以脱模了 所以第二天我们把这个模具拆开之后 把表面的一些泡沫清理完了之后 基本上是静置养护的 拆掉之后 把泡沫清理完之后 看出来效果还是蛮好的 建筑师和业主来看 对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满意 所以说这个UHPC这种材料 不仅它的有超高的力学性能 超高的耐久性 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 可塑性是这样 就是能够做任何一样的产品 像这种镂空板 还有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平板的单举双举 都能够应用在一些木墙上面 做在那个木墙上面 另外还有我们在城市景观里面 做了一些那个坐凳坐椅 还有雕塑的一些东西 只要木具能雕个人出来 都可以做的 雕塑的东西都可以做出来 还有那个甚至在家居当中的灯具 就是那个灯罩 都有通过这个UHPC这种材料做出来 所以它很神奇 很神奇 正是由于它这些特性 能够实现建筑师那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所以建筑师是非常喜欢这个材料的 确实是 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发展延展和创新 是的 我们也关注到以前的这种产品 基本是一个装饰面 是不是 对对对 它是平成的 一般是一个装饰面 它有造型 两个装饰面 是吧 对 它现在是两个装饰面 表面还在记得 还有我问你 你这个喷涂是在工厂喷涂还是在现场 这个是没有喷涂的 就是我们模具做出来之后 自动形成的 正好就是说 由于这个UHPC在胶筑的东西 它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热量就破坏了那个剧本板的表面 形成了这种克力的效果 对 这种质感是吧 对 就是我们当时最小样的时候 正好有这个效果 颜色呢 颜色我想问一下 你们可不可以配一些 比如说我还要黄一点呢 或者还要 可以 颜色都是怎样 现在我们这个做的东西 你看这边呢 这些材料也可以看一下 你看 这表面的激励 也是不一样的 颜色也黑色的 灰色的 其实各种各样的可以 比实材的强度高 对 各种各样的 这个表面的这个效果 都有的 各种各样的 所以说 所以这是一个 我听说这个强度 可以达到20几兆帕 好像是吧 不是 100多兆帕 120兆帕以上的 这是超高性能混音图 它的特性就是 超高的耐久性 超高的力学性能 对 是的 今天我就介绍了这里 谢谢啊 来 再见